孔子曰 血气未定 戒之再赦 这一记是出自于《伦理记事篇》 孔子曰 金子有三戒 哨之时 血气未定 戒之再赦 及其壮也 血气方刚 戒之再赌 及其老也 血气既衰 戒之再得 孔子曰 君子有三戒 戒舍 戒斗 戒得 少年是要戒舍 血气方刚戒斗 年老戒得 年纪轻的在社医方面要禁戒 老的时候钱要放得开 那么在《伦理讲药》呢 《记事》第16 李炳朗老教授 他的注解是这样 他这样解释 为什么 哨之时 血气未定 戒之再赦呢 李炳朗老师说 血属阴 气属阳 他怕阴凉不调和啊 人的身体必须要因血阳气流行 人的身体必须怎么样 因血阳气要充足 而且要畅通无阻啊 流行啊 使能维持生存啊 少年所有身体内的血气尚未充实 要借的是色情之意 因为色意呢 罪神血气 不借呢 则身体发意不全 往往腰走 故惜借色 古时候男子三十而起 女子二十而家 既有借色的用意啊 这古人啊 你看他定这个男子三十而起 是有道理的啊 女子二十而家 二十而家 有道理 有道理 我尽不认购心 人请不倚 是个愿而家